主要是針對一個有點像是數位點檔 但是它已經數位點檔完了 那接下來希望再做一些數位化的工作 那它針對的主題是 我們國戰後到現在的一些比較舊的都市計畫速度 那照片上看到就是在這個中部辦公室 這些以前的都市計畫書 它可能是50年年國50年60年 那它當時的狀況就是這樣打包的 所以這些都市計畫速度其實實際上都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提這個人家國的數位化 基本上還有一些關心那個都市計畫的社群也有關心 就是到底一個計畫書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好 更好用或更好讀 那這個就是當初的一些儲藏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指都是泛黃 然後可能也有些破損 那不過至少已經有一些學術單位 它做成了一個資料庫的部分 那所以那資料庫裡面基本上就可以查到 之前已經是什麼 例如說內湖的一個都市計畫速度是哪一年份 這個都可以查得到 那不過它那當初就是指的做到這個數位化的這樣子 一些掃描這樣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台北縣內湖鄉的這個計畫書回避 它大概是56年 056年的書圖 那它鳳麵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真的圖的部分 不過它基本上現在就是沒有書畫 它是一個JPG或是體版這樣子 那它會有它的文字 就像我們現在的計畫速度一樣 它會敘述一下它裡面的內容 然後也有一些表格 所以這個招案基本上想生久就是說 可以把這些資料 OCR也好 或者是把它做一個進一步的數位化工作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說了點答案子 所以還是有一些關於那個資料 在利用跟一些註冊條款的這個條款問題 那我想也是想要招募朋友去釐清這一部分 就是在運用的一些授權 它是如何的狀況 好 那還有一些詮釋資料 我不曉得 這可能要跟他們的資料庫在做討論 因為有一些詮釋資料當初掃描的時候 根本沒有做得很細節 所以可能掃完了也不曉得 它的 metadata是甚麼 好 那有朋友已經把資料 丟到Google Data 可以用OCR試做 然後 如果理想上的話 這些歷史的書圖 可以慢慢的跟現在最新一版的書圖所結合 例如說這個是 都市發展局最新的通建的 它其實在內文裡面 內文裡面 就會展到 它會員用語 一開始就剛才那個 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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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去 這樣去 這樣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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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